佛陀带领着众比丘弟子向善信居士大德启实 他们步行于街向街 仪态严肃端庄 众人无不投以亲阳赞赏的目光 然而一位其貌不扬的婆罗门突然拦住他们 这条路不准通行 婆罗门大声宣告 用手指在地上划出一道线 目光凶狠地指示佛陀 若要通过 必须支付五百两金子 佛陀和众人静静地停在巷口 没有人踏出一步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 引起了凭杀国王和波斯逆王的助力 他们急忙前来 带着珍宝和其珍 想为佛陀解围 然而 婆罗门坚持己见 拒绝收下国王带来的珍宝 没有人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子 终于 虚打掌者得知情况 带来了数车金子 请收下 让尊贵的佛陀通行吧 虚打掌者态度谨慎地 指着准备好的五百两金子 脸上挂着微笑 佛罗门点点头 接过金子 满意地离去 中比丘松了口气 纷纷向佛陀请教此次事件的原位 佛陀微笑着说道 在遥远的过去 有一个名叫波罗的国度 一位大臣的儿子 因赌博输掉了五百两金子 却因权势而不肯偿还 当时波罗国太子路过 见他俩争执不下 就对赌徒承诺 若大臣的儿子不还债 我愿替他偿还 从此以后的无量时钟 赌徒常常向我所债 当时的太子就是我的前世 今天的婆罗门即是当时的赌徒 而虚打掌者则是那位大臣的儿子 这个事件告诉我们不论身在何事 我们都应该履行我们的承诺与债 即使是佛也无法逃避这份责任 许多人吃斋念佛修行 是为了消除恶业 改变命运 须知 连佛陀这样的觉者 都无法规避业力事件的发生 更何况是尚未醒来的免者了